山峰连至山峰 密林接着密林 一帮隐藏在大山里的神秘人物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可侦查却屡屡被对方布下的层层暗哨 一再阻断 他们是谁 隐藏深山的目的 又为了什么 群山深处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广西群山环抱 河池山水相依 在这条河流上 警方一场极具针对性的训练 正在进行 我们一定要做到警察入水慢滑 一定不要有水滑出来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一二 一二 操舟训练 讲求的是团队配合 所有队员必须齐心协力 步调一致 眼下 特警队员最大的敌人 并不是面前的水流 而是时间 留给他们训练的时间 只有短短两天了 就在操舟训练的同时 十六米深的水下训练 同样在紧张进行 此时的特警队员们并不知道 两天后 广西警方近年来 侦办的最大一起多地制图案 即将迎来最后的收亡 2020年6月2日 广西警方正在追踪一台嫌疑车辆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 这辆车上的嫌疑人 正是福建广西两地警方一直密切关注的重要嫌疑人 罗某高 很快 最后福建广西两地的这次会面 展开了深入调查 一个以福建秋某为重点嫌疑人 广西罗某高等 老山乡 然而具体的地点却不能详织 当务之急是查清制毒窝点的准确位置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 地处广西西北部 这里山高林密 大山深处是成片的原始森林 制毒团伙的制毒基地就隐藏其中 在基督民警看来 这里必将是制毒团伙的覆灭之地 然而眼前的困难却是现实的 方圆上百公里的深山老林 没有网络覆盖 先进的侦察设备 在这里毫无施展空间 无人机的续航里程 甚至飞不过外围山峰 这个案件当中最关键的节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第一时间 要找到这个制毒的地点 为了尽快找到制毒窝点 侦察员决定深夜抄小路进山 其实这并不是侦察员第一次进山 此前侦察民警就曾尝试 从唯一一条进山的路开车进入 然而刚到桥对岸 侦察员就觉察到异样 附近一名可疑男子 一直在河边闲逛 从此人的行为举止来看 既不是来河边钓鱼 也不是往来经过的当地百姓 他时刻关注着周围经过的车辆 偶尔还会和附近的人攀谈 但整个过程中仍不时地环视周边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敏锐地意识到 此人应该是制毒团伙的暗哨 此时师父继续过河 让侦察员颇为为难 贸然撤退 不仅此次侦察无功而返 反而会打草惊蛇 侦察员决定放手一搏 刚刚过河不久 正在前行的侦察员 就接到了从专案组反馈过来的消息 河边的暗哨 已经将有陌生车辆上山的情况 汇报给了隐藏在群山深处的制毒工厂 选到点以后都开始反侦察 都开始 24小时在毕竟的路口 人港 十八 一有陌生人一有陌生的车辆进去 他就停下来问你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所以我们进去一试完以后 发现完以后 我们说我们搞扶兵了 好了一杀手我们就出来 杀手我们就不敢进去了 为了避开对方的暗哨 这一次侦察员从另外一个乡镇绕道上山 他们轻装减刑 尽量选择只有当地山民才走的偏僻小道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还要密切关注周边 尽量做到全城不见人 从背后的山 爬上去 整整爬了一顶 一页才爬到山顶 路非常难走 我们有些民警 因为晚上疫情行动 比较近 上一点就掉到山崖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一夜的侦察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密林深处有一个小木屋 从周边情形来看 很像是为制毒所用 为了进一步确认 第二天侦察员携带无人机上山 然而这次的侦察结果 让大家大失所望 这个小木屋是 勘林人的休息屋 废弃已久 并无人员活动的痕迹 随着飞行距离的不断延伸 侦察员又有了发现 唯一一条进山路线上 还有其他两个 正在活动的暗哨 这预示着山里的制毒工厂 很可能已经启动生产 此时案情又有了重大进展 新掌握的线索表明 一辆外地牌照的大货车 进入了河池境内 而且车上的物品 很可能与制毒有关 但警方并不能确认 这些物品是制毒原料 还是制毒设备 此时查明货车运送的物品 就可以判断出 制毒工厂的制毒进程 意义重大 然而大货车上的防雨布 将车厢遮得严严实实 抵禁侦察 也无法判断 装载的货物是什么 搜寻制毒窝点未果 运送的货物属性未知 如果再找不到制毒工厂 很可能将一物占机 根据我们以前申播的 一些制造毒的案件的经验 这对制毒的技术稳定数 制毒的时间 设备原料到时以后 一般最快的48个小时 就可以生产完 最慢的也是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把这个工厂毁掉 为查明对方的进展情况 这一次核池警方请来了 更为专业的无人机团队 更长的飞行里程 意味着更大的侦察范围 无人机上搭载的红外设备 还可以在夜间观察房间内部的人员活动情况 飞行的无人机终于让案件拨云渐日 在大山深处 无人机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工棚 工棚周边的生活垃圾看上去 也是心尽抛弃的 一切都说明 这里近期有人员频繁活动的迹象 果然通过其他侦察渠道的印证 这里正是大家苦苦搜寻的制毒窝点 至此历时一个月的侦察 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深夜 当地的四宝河安静地流淌 岸边的十几名特警队员却异常忙碌 在明确了制毒窝点后 专案组开始着手制定 抓捕方案 皮滑艇渡江效率最高作为首选 接下来 这里将是整个专案组的主战场 也是继翻山越岭之后的 又一考验 皮滑艇才刚刚下河 就引来了一阵狗叫 这让大家始料未及 持续的狗叫声直接宣告了这次尝试失败 接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 囚渡过河 那么抓捕的方案也是困难非常大 我们如何步边上去 这个是最大的难度 因为从原来的上山道路走 可能行不通 可能暴露 那么我们只能从背后山 那背后山比较陡 没有路 只能独步 那么大部队上去玩后 困难更加大 而且唯一的一条河 挡住了我们的记录 因为四渡欧点那个地方 是九万大山的南面 是整个广西暴雨中心 几乎每一天都有大暴雨 此时何持警方思考的 并不单单是如何渡河的问题 一个更大的困难 让他们倍感压力 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抓捕方案 成了整个行动的关键点 为了躲开暗哨 就必须避开附近的村庄 为了方便过河 还要选择河滩较浅的流域 这样一来 留给警方的选择余地 小至幼小 认证了几个抓捕方案 韩志为了安全警戒 我们把特警编队完以后 韩志从背后上上船 预计我们要走六个小时 河池警方集结了一支精干力量 在夜色的掩护下 向着四宝盒上游出发 为了保密 此时的特警队员 甚至还不知道 任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抓捕在即 球渡过河也只有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胜败再次一举 而此次球渡过河 侦察员还要到河对岸 确定上岸地点和隐蔽的集结点 为后续的收网行动做好准备 事前河池警方专门测量过水位 这段河滩水深有1.5米 如遇暴雨 短短几分钟 水位线就能上涨几十厘米 水流也会变得湍急浑浊 为了确保安全 所有过江人员务必借助绳索 为此打头阵的队员 要担任固定绳索的任务 平静的水面 随时会因不期而至的暴雨 水位暴涨 这次尝试 让特警队员发现了 河中央的一处暗流 这种暗流如遇暴雨 将是球渡过河的最大威胁 抓捕在即 没有退路可言 几次调整之后 特警队员找到了 较为可行的过河路线 以及过河之后隐蔽的藏身地 此刻他们正在等待 等待最有力的抓捕时机的到来 没办法判断的是 已经饰烧完了没有 他们的生产也断断续续地 受到中断 因为有些原料比较接法 它要调送原料的补充 所以我们觉得抓捕 还没有把握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再三对此抓捕的时间 2020年6月21日 无人机侦查发现 有一批数量更大的制度原料 运抵河池 由于山路陡峭 大卡车上的货物 随后又被皮卡车分装 运进大山深处的制图工厂 侦查员初步估计 这批原料的数量 足以制造出上百千克的麻黄碱 7月4日 民警发现福建来的制度技师 入住了当地的一家旅馆 种种迹象表明 警方苦苦等待的收网时机 终于到来了 而就在核池警方 紧张部署抓捕方案的同时 几百公里外的广西摆设 当地警方正在研判 公安部通报的最新情况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 它拉来这些设备和原料里面 有多少个设备和原料 我们才能够判断 它生产的规模有多大 根据最新线索 核池制毒窝点的主要负责人 邱某 最近曾到过摆设 来到摆设后 邱某与摆设当地的几名 有吸毒制毒嫌疑的人员 往来密切 种种迹象表明 这伙人很有可能 要在摆设开辟第二个制毒工厂 如此一来 基督警察与制毒团伙之间的较量 必将迅速升级 抓住时机 核池警方将率先发起行动 说往时间定在2020年7月9日凌晨 八日深夜 三十名先头突击队员 在渡河地点集合 之前我们就是分三组 在凌晨的时候 一组十个人 然后就是渡河 渡河到那边以后 然后穿着装备 然后就是在玉米地里面集合 然后就从那边 那个村子再过去那一边 然后翻过这一片山 直接就是没有路的 基本上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这样 开山开山开路这样上去 然后慢慢地爬 一直一直爬到凌晨5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复安抚劝说 最终这名嫌疑人在民警搭救下成功脱险 当日公安机关对该非法生产制毒物品地点进行搜查 查获制毒物品半成品 原料及辅料共计29420.9千克 这是什么东西 反应斧 查获 反应府 离心机等制毒设备一批 经公安机关统计 查获含麻黄碱的半成品 为3824.3千克 这次行动将在广西河池 与福建两地参与制毒活动的21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 无疑漏网 在福建 控制河池制毒活动的主犯邱某 被当地警方抓捕到案后 自以为设防严密的他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落网的事实 在警方的审讯中 邱某始终一言不发 但是只中秋包不住火 证据面前无从抵赖 审讯中 邱某断断续续交代了自己操控涉案人员 在核池制毒的犯罪事实 然而 邱某仍然以为 警方掌握的线索不过如此 对于在广西摆塞 悬点制毒的事 绝口不提 殊不知 此时的警方 已经初步掌握了这个制毒工厂的基本情况 缉毒行动的下一个目标 广西摆塞 在摆塞 邱某曾经参与过的制毒工厂 究竟是什么情况 摆塞警方的攻坚行动 又能否顺利完成 接下来的是又一场较量 第二天的核池制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